还有两天就出发了 感到既兴奋又有点弹 好 这些换个家了 好了好了 敏不养生了 是不是 我十点半我都起来跟你打电话 八点 你不知道吗 我害怕你没来 这几个 谢谢 谢谢 你先弄我给他包去 他不会越狱了 对 昨天那个还吵吗 那个胆子小 他想叫 在车上忙去叫 这下小子绑不落了 咋的 这个想法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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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点 这真的是大不怕的 他们都可以买了 咦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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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mily 爸爸 ben 上海见 上海见 一会儿就到了 你睡着觉就到了 OK 变磨了 拜拜 就要去贵楼 要离开重庆了 这是我们的第一场 军区上海 对 我们提前的一件 就是怕万一航班突然取消 营物 影响我们后面去加拿大的行程 对吧 太困了先睡了吧 导安 导安 我们在前面 我们在前面 一块内衣 30号 一早 到了上海 因为担心 万一有航班的延误 最近疫情也比较严重 我们还要赶着去做核酸检测 可能时间会来不及 那么就会影响一号的飞机 所以提前了一天 到上海 这样也有时间做一下调整 事实证明我们的计划 是完美的 虽然我们想象中的是 从A点到B点 一条直线 希望它顺顺利利的 但是 现实往往是很骨感的 因为我们的确是 又遇上了一步三折 我们30号 本来是跟家里人一起 吃完一个团圆饭 提前庆祝一下新年 也是为我们践行 吃完饭就收到了短信 告诉我们国航的航班 一早 本来一早 9点过的 取消了 突然取消 然后赶紧打电话 跟那边的客服 想确认一下 一个是能不能改签 当天的航班 另外一个是 因为我们有预定 宠物舱 不知道其他航班有没有 后来跟国航联系了 当天有两个航班 只有一个到普通的 还有宠物舱 然后我们又改到了 一点过的 心里想 其实按时间来算 提前一天 一点过起飞 三点过到 也是来得及的 刚改好 然后半个小时的时间 又通知我们 那一个航班 再次取消 这个时候让我们 真的就非常紧张 那个时候就在想 该怎么办 一个是宠物的东西 他航班号改的话 那个资料 也需要重新改 那么时间就会非常紧张 赶紧就 果断放弃国航 重新订了 南航一早的机票 订好了机票之后 就赶紧去改 宠物的资料 那一天 基本上下午 就把时间花在了 这些事情上 到了晚上才开始 紧挪密鼓的收拾东西 我们熬了一个晚上 整整一个通宵 没有睡觉 然后早上 六点 六点过 到的机场 整个晚上都在收东西 除了小朋友 睡了一下之外 小饭团 小宝也没有睡觉 也陪着我们在收拾 然后来送我们的 小朋友的干爹 我最好的朋友 他也没有睡觉 一早三点过 就到了我们家里 等着送我们 婆婆爷爷 也是没睡觉 原本是 计划是叫我们自己 出行自己走 结果没想到 他们也来了 那个早上还是 比较赶上 毕竟是离别 一去也要至少好几年 才能回来 包括干爹 本来想送我们到 送我们进机场 想把车停好 但是考虑到时间 我说还是 就在出发点 把我们放下就可以 也能看出 其实眼泪水 在眼睛里面打转 就离别的滋味 都不太好受 会把活的先抓出来的 回去接宝宝 关于小猫坐飞机 我们开始也非常的 忐忑和担心 毕竟这一段 从重庆到上海 是它唯一的一段 一只猫在航空箱里面 自己在有氧舱 要待几个小时 我们一个是在航空舱里面 给它喷洒了费罗蒙 另外一个是 给它放了一件 我穿了几天的衣服 里面也垫了厚厚的被子 还有猫尿垫 就确保它在里面 是安全的 是有安全感的 我们宁心前 给它吃了一点 镇静的药物 希望它能够 理智和冷静一点 但是好像并没有什么用处 它一路上都在 不停的叫缓 可能知道 有大事要发生 去到机场 它是要在特殊行李那 进行托运 然后我们就看着它 消失在了我们的视线范围内 在飞行的过程中 幸好我们的航班 这次非常给力 没有晚点 准时起飞 整个过程都比较顺利 后来提取宠物 也是在超规行李 特殊行李那 我远远的就看见 一个工作人员 和一个熟悉的猫箱 赶紧跑过去 小宝 自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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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小宝 在哪 在哪 小宝 小宝 嗨 小宝 我们到了 最危险的一段旅程 我们最担心你的一段 已经到了 到了 OK 最开始看它的时候 没有反应我叫它 然后我还说它自闭了 后来发现再叫一声 它就有回应了 那个时候我就踏实下来 原来小宝挺给力的 我们现在已经 到达上海机场了 小宝 很好 平安无事 也很开心 小宝 你爸爸是给你带了2.3公斤的猫砂 你要少点拉 对 稳着弄 飞机上好好睡 你吃的我都不要了 对 睡的一路 然后的话就是那个风景的话 确实还不错 谁 你坐的什么地方 风边 而且还是看着它 只飞看着它向我 你有没有想你弟弟担心他 有 所以我们下了飞机 就飞快地跑到了那边 去接弟弟对不对 对 下巴 哎呦 这眼睛 这小嘴巴 下巴 等会到了冰果 我也给他买了一个可以折叠的猫砂盆 小小的 它也适应的非常快 我们带了2.3公斤的猫砂 放进去稍微有点少 但是也够用了 他现在已经在里面 拉了尿 也 爸爸也 OK 一切都很好 就它的适应能力 跟平时的表现相比 这一次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期 没想到 它表现的那么棒 这次我们专门找了一个宠物友好的酒店 这边我们这一层都有宠物 有小猫 有小狗 都非常friendly 小猫在这儿适应的太快了 找到了属于它自己的快乐 早上起来看鸟 它对外面飞行的鸟非常有兴趣 放个角度 你看的时候 小猫 小猫 你们不在的时候 小猫是怎么在那里了 还是这样子 它就像在鼠一样 在上面有些吃 哎呦 这里 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 我认识 买了 你不在这里 不是 你不在那里 你不在这里 没有 修吧 明天我们就坐飞机咯 长途旅行 要去卡城了 你做好准备了吗 在飞机上要乖乖的 如果你冷的话 你就告诉我 喵喵叫 好不好 可不可以 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准备了 我们就来比个夜 握个手 这边呢 这边也来握个手吧 握个手手加脚 舔一舔 Good boy 关于核酸检测 这次我们三天内 做了两次核酸 一次是从重庆到上海 因为担心这边会有要求 所以做了一个比较方便 但是在从上海机场出来的时候 小朋友因为没有身份证 所以需要单独填报一个申报表 这个也比较方便 把基本信息填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今天早上一大早 又去了宝藤医学 那边去做了一个核酸 因为它是出国 好像都在那边做 在这边做了一个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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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个如果说能不收的话 是 而且比较专业 提前可以在APP上面预约 预约了之后 40块钱 就6个小时出结果 如果有着急的 可以选那种快的 3个小时 180元 就看每个人各自形成的安排 就在APP上面 就可以下载报告 直接打印出来 第二天就可以用了 我需要那个资料 对 谢谢 就仅仅我们到上海这一段旅程 除了说很疲惫 同时也有非常多的 同时也有非常多的收获 一个是感觉自己成长了 成熟了 另外一个是 大家都得到了锻炼 这一次小宝表现得特别好 Alison也是 同样也让我们觉得非常满意 大家都是齐心协力 共同去克服很多困难 并且也有另外一种感觉 就是无形当中 我在 我已经收获了非常多的朋友 就在卡尔加里 在加拿大 有很多朋友都在帮助我 他们都很照顾我 就我还没去 仅仅是我许下了这样一个愿望 就你先得 把你的意念 把你的信念传达出去 我要过去 我要到那边去生活 我要带着我女儿和我的猫 同时你就会收到 很多正向的反馈 也许有的人他不愿意帮助你 但更多的人 是站在你这边 是想为你 伸出援手 为你提供帮助的 我遇到了很多热心的人 所以现在我的恐惧感 我的担心其实没有那么多 我相信 办法总比困难多 并且我可以寻求帮助的人 越来越多 这次还有另外一个很深的感触 就是任何事情 想到了赶紧去做吧 当你做的时候 一定是车到山前必有路 无论有再多的困难 一定有办法去解决它 并且要对孩子 对宠物都要有信心 他们远比你想象中的 坚强和勇敢 一遍一遍早上好 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才刚起床 然后的话 你们那边 然后我也有点想你们 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小朋友给婆婆爷爷 发了一条早安信息 意思是告诉他们 他起来了 他同样也很想念他们 后来我们在地铁的时候 爷爷发来了一条 祝福短信 就专门发给Edison看的 就是叮嘱他 过去好好学习 不要忘记自己 主要的任务是干什么 写得非常感人 最后也叫小朋友 就不要想念他 看的时候 还是让人觉得就很感动 老人们永远都是 为孩子们着想 只是现在小朋友 他可能理解不了 大人以及长辈们的 这一份心思 至少是让我泪奔了 就觉得 父母真的还是很不容易 后来让小朋友 给爷爷回了信息 他不让我看 但我偷偷看了一下 挺搞笑的 但一方面是告诉爷爷 我会听你们的话 也欢迎你们以后 经常过来看看 邀请他们到时候 过来玩一下 然后叮嘱婆婆 让她维持好自己的手艺 她很喜欢吃婆婆的菜 她是有多嫌弃我做的菜 但是她可能要 容忍我好几年呢 也希望我的厨艺能在加拿大 有所进步 到时候被逼成一个厨神 这次到上海的整个行程 我们还是很满意 毕竟飞机没有晚点 各方面小宝也适应得很快 并且我们也能在上海走走逛逛 不是太紧凑的行程 有时间缓冲一下 毕竟从重庆到上海这一段 我们还是非常辛苦的 尤其是脱运的那天早上 这一段由我老公帮忙 搬运箱子弄行李 但是我已经感到有点疲惫 并且前一天晚上熬了一个通宵 门在上海 昨天晚上好好的休息了一晚 缓冲一下 明天一大早又得起又得赶早 并且那一段路程 只有我带着我的女儿和儿子 这一段路程是让我感到恐惧的 很非常具有挑战的 一个是有点担心航班的延误 如果延误太久 会不会担心我中间转机 因为我中间当时购票的时候 是预留了足够多的时间 我大概七点过到温哥华 预留了五个小时去办理通关 转机手续 但如果航班延误的话 那么我过关的时间 去办理行李托运的时间 都会大大减少 这一个是让我有点担心的 另外一个就是 万一航班延误 我们抵达卡尔加里的时间是晚上 到时候买东西不太方便 我们吃饭也是个问题 所以还是有一些担忧 但是希望一切都顺顺利利的 我也相信我们的运气 是会很好的 我也相信我们是很幸运的 我们明天就要出发了 这就是我们出行的小军团 小朋友们 你们有信心吗 有 你们想去加拿大吗 想 想去卡尔加里吗 想 好吧 那就Let's go 拜拜 我们出行前的最后一餐 点外卖吃 Shake Shake的汉堡 刚刚好 本来 点的餐只有247 我说无限接近250 然后有一个币点像包装材料 加上了3块钱之后 果然凑齐了250 三个250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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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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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